2015年11月26日报道 李克强访马登上马来西亚五大中文媒体头条 突围《马来西亚中国报》封面头条 月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马来西亚 重温思路的足迹之外,使中马再次迈向经贸高峰 相对的,马来西亚主流媒体也大篇幅报道李克强总理访马 缔造了中马关系新阶段,除了建立在双方经贸发展 进一步弘扬思路精神 尤其是此次,中国大手笔地买下了马来西亚债券 不管是在秦债里上,中国对马来西亚可谓有情有义 李克强访问马来西亚开启了中马关系的新章程 同时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的推动力 中国作为东盟国家前列,并引领中国与东盟关系走向世界 最明确及奠定中马关系的是李克强在中马经贸论坛的发表言论 他引用了马来西亚水果之王榴莲形容中马关系 他说,榴莲第一次吃是难受的 第二次吃就是难忘,再吃就念念不忘 犹如中马关系久远深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马此行中 特别选了到访马六甲州 开始他正式访问马来西亚的第一站 李总理一行来到郑和文化馆参观 并与当地民众代表亲切交流 他表示,马六甲地理位置优越 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 中国政府愿为中马地方间开展互利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马来西亚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对此予以报道 对于李克强此次访马将促进双方贸易发展给予高度好评 同时也称马来西亚民众也对李总理的亲切和蔼印象深刻 以下是一位主持人访问一名高官打人的谈话 主持人,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一位非常有头有脸的高管大人 他一直在积极推动本土农业的发展 请问,您对于榴莲业者的贡献有何评价? 高管达人,我认为榴莲业者为本土农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他们不仅为人们带来了美味可口的榴莲 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榴莲推向了国际市场 此次李克强总理在访马期间 用榴莲来形容中马关系 也是对榴莲业者的肯定和认可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和支持本土农业 让我们的农产品走向世界 分享榴莲行业的成功经验 主持人,作为一位成功的高管 您有什么建议和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榴莲业者吗? 高管达人,我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品质和创新 榴莲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水果 有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但同时也面临着保存和运输的挑战 我建议榴莲业者要注重品质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口感 同时也要不断创新 开发新的产品和市场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选择 此外,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 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推动本土农业的发展 呼吁更多人关注榴莲产业 主持人,最后请您向大家发出一个呼吁 让更多的人关注和支持本土榴莲产业 高管达人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和支持本土农业 让我们的农产品走向世界 榴莲作为马来西亚的特色水果 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和文化内涵 也是马来西亚的一张重要名片 我们应该为本土农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 支持和鼓励榴莲业者 让榴莲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张更加耀眼的名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